这个暑期到最热闹的就是七夕当,连续起步新电影电影,结果都被黄博电影一出好戏,硬生生的几下马逞炮灰,最要命的是就是电影《爱情公寓》,彻底的轮为那片之王,因为从一开始的剧版《爱情公寓》起诉影版《爱情公寓》,就注定这是一部忽悠观众的电影, 然后就是上映前一夜发生大规模的退票风波,然后就是抄袭被指责事到幕片,只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,导演给什么质量的电影,观众就会如何回馈票房结果,上映第十天,日票房仅有七十万,这个结果是谁也无法拯救电影《爱情公寓》,就是这个储夕的最大的来片之王的称号, 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这部电影会是如此的差评,评分只有2.9分,可谓是弱爆了,一本正经的欺骗观众和粉丝的感情,把公寓变成了盗幕忽悠,最可恨的就是没上映之前,从来没有宣传任何剧情和内容, 据说是《爱情公寓》原班人嘛,没想到却是彻头彻尾的胡闹和恶搞,本来有袁洪出演角色,宣传的时候竟然没有,海报上也没有袁洪的名字,最后意外出现令人猝不及防,袁洪还是演无邪简直也是罪了,离风路盘都演过无邪,你们说谁演的更好, 上映第十月的《爱情公寓》终于在网友的巨大吐槽,升中月票房跌到70万,网友感慨说,烂片之王终于诞生了,非你莫属,《爱情公寓》不够爱了,哎,导演,是已至此,你,还有变界和鬼变的吗?